哈囉 你好 我是克雷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澳洲的獨眼龍 伊達正宗 一直以來都是人氣居高不下的歷史人物 近年來更是被ACG界作為熱門的創作題材 大家不禁會很好奇 史實上的伊達正宗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麼有個性呢? 今天的古人有八卦就要以比較輕鬆的面向 來跟大家談談這位人氣武將 歷史上有過哪些有趣的事蹟 伊達正宗是日本戰國時代的一位大名 他是奧與伊達市第17代家督 也是後來的仙台藩的始祖 年幼時因併喪失了右眼的實力 加上近代戲劇的渲染之下 後人又將其稱之為獨眼龍 伊達正宗是日本戰國較晚期的人物 他雖曾先後向封城秀吉、德川家康效命 但心中卻一直有一個一統天下的夢想 因此學者們認為 有時當他面臨一些強大的潛在對手 或是沒有必要去消耗的戰士時 通常做出的決定比較偏向保全自己的實力 採取的是能不打就不打的策略 然而時間來到了天正18年 一場伊達正中想必也避不掉的戰士就此展開 惠於關東的後北條式 惹怒當時聲勢如日中天的封城秀吉 而遭到秀吉下令討伐 史稱小田園之戰 日本全國各地的大名 忌憚與封城秀吉的實力 生怕自己成為下一個後北條式 紛紛派兵響應 其中當然是少不了要求正宗出兵協助的命令 戰爭眼看一觸即發 正宗此時卻仍拿不定主意 最後在加成片昌警告的提醒下 才決定派兵前往 一路迂迴南下的同時 也不斷地收集情報 試探風向 想當然惡 最後自然是姍姍來遲 封城秀吉對於正宗這種別具惡心的表現 本來想要求他切副謝罪 沒想到正宗靈機一轉 上演了一出悲情戲碼 他將自己和其部隊 全身換上商禮上使用的白色裝束 並表示甘願接受秀吉降下的任何懲罰 這次白色隊伍浩浩蕩蕩地遊行到了秀吉面前 秀吉看到這副打扮的正宗整個人都懵了 哪還顧得上生氣 於是決定用以上帶刀 剪剪封地等方式 就刑事層面處罰了一下正宗 事情本該到此告一個段落 結果隔年 原先正宗底下的葛西市大騎市 因為領地翼祖而發生了冥亂 他的正底之一 普生思香跑去跟秀吉告狀 認為正宗正是私底下 煽動民眾叛亂的幕後黑手 正宗心想去年秀吉才因為我的遲到 對我懷恨在心 這次冥亂不解釋清楚 恐怕真的會大獲領頭 跳到黃河都洗不清 可是悲情牌已經玩過了耶 嗯...那不然我們再來點華麗的變化 於是正宗又再一次穿上了白色的裝束 這次不只是上服 還在隊伍前放置了一個貼有金箔的超大型十字架 效法耶穌贖罪的方式去見秀吉 同時也帶上了一些書信的證據 希望藉此證明自己的清白 秀吉只好無奈地再次原諒這個小淘氣 一直在模仿的邊緣來回試探的正宗 這次又僥倖地逃過了一劫 不愧是戰國時代的土下作達人 而下了戰場的正宗 趣聞也是一箩筐 他一反蕭勇的形象其實是個美食家 不只愛吃 正宗也喜愛烹飪和鹽巴美食 據說他早上起床洗漱一番後 會在兩個榻榻米大小的房間內 花上兩個小時的時間思考中餐的菜色 下午做完公務後 又會再回到小房間繼續思考晚餐吃什麼 這樣來來回回光想要吃什麼 一天至少就要花上三到四個小時左右 如此熱愛美食和料理的正宗 也留下了對料理都不上心的人 做其他事情也好不到哪裡去的吃貨名言 現今的仙台名產之一仙台味噌 即是起源於正宗在仙台城下設置的味噌釀造所 再後來封城秀吉征戰朝鮮時 其他武將們的味噌都抵不過夏日的悶熱而腐敗 就只有正宗加攜帶的味噌完好露出 品質優良 味道濃厚甘甜的仙台味噌 至今仍是不少人料理時喜愛食用的味噌之一 有以上種種將伊達正宗稱之為戰國美食家也不為過 喜歡新奇事物也是伊達正宗的愛好之一 對外國的物品無法甚感興趣的他 就曾經寄給羅馬教宗保羅武士一封以拉丁文書寫的信 信中正宗以陸阿王為名 寫下了希望教皇派遣傳教師到日本傳教 甚至要對羅馬主教俯首稱臣的大膽內容 目的似是想換取壟斷日本對外貿易的權利 他也派遣加成資昌常常與1613年率領使結團造訪墨西哥歐洲等地 是日本在索國政策前與歐洲少有的交流行動 有一說認為 正宗想藉由和西班牙艦隊合作來推翻加康的政權 若真是如此 正宗的謀反心可是一日都不消停呢 正宗對西方世界深感興趣 對東方意識如此 現今可以看到許多當時正宗留下的漢詩跟書法 他的知名漢詩最於口號中隱晦的點出 他在太平盛世中激情於各種興趣的同時 卻仍不禁感嘆其深不逢時的些許無奈 正宗所留下的4500封書信中 其中就有1300封書正宗的親筆性 無論是數量還是比例都是數一數二的高 在戰國時代通常寫信眾繁瑣之士都是由旁人代筆 伊達正宗卻時常在處理政務或家庭大小事上 展現親力親為的一面 不僅如此 茶道 和歌 能劇等種種異能領域也在正宗的興趣範圍 這樣廣泛的興趣跟武武都有亮眼的表現 是戰國諸多名將中相較少見的 伊達正宗從來都不避諱展現自己的光碼 從剛剛提到的十字架行追世界 可以知道他浮誇的行事風格 而俗話說人要衣裝 佛要金裝 在穿著打扮上正宗更是下足的功夫 當時他所穿的盔甲衣服即便放到400年後的今日 看起來也是相當的潮流 正宗親手設計的紫地羅貝版 古色亂星正宇之 以紫色為底 在伊達加加紋竹雀文下配置彩色水域 繽紛活潑的風格設計 不難在現代的小屋中也看到類似的風格 除了自己喜歡穿前衛服裝 正宗也不吝嗇讓底下士兵有著潮服 相傳文錄二年 伊達正宗映秀級的命令派兵備戰出征朝鮮時 讓底下3000多位士兵都穿上華麗的服裝 當軍隊路過京都的民宅時 當地的民眾都被這浮誇的排場給驚艷了 紛紛拍手叫好 喜愛新奇事物又作風華麗的伊達正宗 也讓伊達這兩個字衍生為潮、帥氣、華麗的代名詞 後來的日本人會用伊達者來形容打扮時尚華麗的人 一種以雞蛋和魚肉為原料的蛋卷 也因為有著美麗的顏色和像斷帶一般的華麗外觀 而被冠上了伊達卷的名稱 就是這樣一個性格獨特又帥氣的人 成為現代人心目中最喜愛的戰果武將之一 以上就是今天的古人有八卦伊達正宗篇 這個單元主要會和大家分享一些歷史名人較為有趣的一面 至於有關伊達正宗生平的種種 像是發跡的心路歷程或是參與過的戰役等等 大家若感興趣的話 之後可能會再做幾篇從其他面向來切入講解 最後如果喜歡我的介紹 可以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才不會錯過我的最新影片 非常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是克雷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